左浮动和右浮动 这个例子的话应该是 还是不是很麻烦的 那么的话 大家的话 做了这个例子之后 下面这个例子的话 今天晚上可以做一下 比如说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 大家可以做一下 这个新闻标题 然后右边有这个更多 是吧 然后的话 还有这个第二个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做了 是吧 今天也做了吧 做的是用什么呢 把它转成什么 行内跨源数什么样 做的吧 是吧 那么大家可以试着 用浮动做一下 浮动做的话 看一下 是不是更好做一点 是吧 用浮动做一下 试着做一下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特性 这个特性的话 再讲一下 这个特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把一个 没浮动的 和一个浮动的元素 把它放一块 它们之间会产生 什么效果呢 是吧 我们刚才做的 都是浮动的吧 比如说这个例子是 它也浮动 它也浮动吧 是吧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例子 是不是这所有的什么 都在浮动吧 都在浮动啊 那么如果说 有些东西浮动 有些东西不浮动 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 这个是吧 如果是一个浮动 一个不浮动的话 那么这个什么呢 就可以做这种效果啊 做这种什么呢 这个文字绕图的效果啊 文字绕图的效果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种效果啊 应该是怎么弄的啊 好 我们先 我先做一个例子 然后大家的话 晚上可以试着 把这个例子做一下啊 然后的话 来看一下文字绕图 是什么一回事啊 好 那么的话 我大概的 做个效果出来啊 比如说这个是400 450 200 是吧 大概做个效果出来啊 好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 015啊 这个是浮动 浮动 然后是文字绕图啊 点html 好 保存一下啊 好 我来 我来示范一下 是吧 我把这个例子做出来 我就做一个示范啊 比如说这个是文字绕图啊 文字绕图 好 好 比如说我这里来一个CON 是吧 来一个 来一个容器啊 好 CON 点CON 这样一个容器啊 好 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呢 放两块 放两块东西啊 好 那么一块东西的话是 这样一个DIV啊 我放两个DIV啊 假装这个DIV的话 这个DIV大概是 这个是100乘100的 大概是 这个 好 我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里面拿一个DIV 然后它的class的什么呢 PIC 这样一个DIV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图片吧 相当于一个图片啊 好 然后我再来一个DIV啊 好 再来一个DIV 然后这个class的假设是等于text的 这个里面放文字啊 好 这样两个DIV是吧 好 这样两个DIV之后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我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来写下的样式啊 写下的样式 好 写什么样式呢 比如说这个CON是吧 点CON 它的样式是什么呢 我给它宽度给它一个 宽度给它一个什么呢 宽度给它一个假设是450吧 450高度是210是吧 450PX 高度是210PX 是这样的 好 然后Border 然后给它来一个 一项数是吧 实现 黑色是吧 然后的话 同时怎么样 让它什么 同时让它聚中一下吧 Market Market 然后是50PX O2 是吧 0 好 好 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盒子 这样的一个盒子 好 这样的一个盒子 然后里面再给它两个盒子 两个盒子的话 比如说 这里面的话 这个 这个点PIC 是吧 PIC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 大小呢 我给它 大概是 看一下 80吧 80PX 高度的话 也给它一个80PX 80PX 好 80PX的话 那么的话 给它一个背景色吧 这个背景色的话 给它来一个 go的 这样一个背景色 好 那么接着的话 再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Tagst 是吧 这样一个盒子 好 它的宽度的话 我会给个什么呢 好 那么如果说 我这个Tagst 我宽度不给 它的宽度是多少啊 是多少 应该是多少啊 我不给 我给它一个背景色 大家看一下 它的宽度是多少啊 外观的color 给它来一个 这个green 啊 green啊 然后的话 大家看一下啊 我高度给一下 我宽度不给啊 高度的话 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150吧 100啊 高度100PX 好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Tagst的高 它的什么呢 宽度应该是多少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这个盒子是吧 80乘80吧 这个盒子 宽度是多少 就是 负极的宽度啊 是吧 负极的宽度 那么它的宽度就是多少 就是450吧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 快元素嘛 是吧 如果说我不给宽度的话 它的宽度就是 等于 负极宽度的100%吧 就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我再给多一点 大家说 这个是100 210 210的话 减个80 就是多少 130是吧 假如给个130吧 就刚好 充满了 是不是这样的 充满了这样的 好 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这样的 很简单的 这是一个盒子 这是一个盒子 然后它们两个是 快元素吧 每个占一行 是吧 每个占一行 好 这个应该是 没什么问题的 没什么问题 也没什么特殊的现象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会产生什么 特殊现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说 我把一个浮动一下 浮动哪一个呢 假设说 我把这个浮动一下 是吧 我把这个 这个金色的 这个小盒子浮动一下 大家看一下 什么效果 好 我把它浮动一下 大家记得 是上面那个盒子 浮动啊 下面这个盒子 不浮动 上面这个盒子 浮动 明白没有 浮动一下啊 好 我把它来一个 float 来个left 是吧 好像没什么效果 是吧 它浮动干嘛呢 是吧 它浮动啊 大家记得 它浮动 它不浮动 然后这个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效果 看一下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 就是下面这个 没浮动的盒子 是否跑到上面去了 跑到上面去了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 好 一个浮动 这个浮动 这个不浮动 那么这个浮动的盒子 怎么样 会跑到上面去 跑到上面去 跑到上面去 这就是第什么呢 这第五个特性 就是浮动元素 后面 大家注意了啊 浮动元素 后面 没有浮动的元素 怎么样 会占据什么 浮动元素的位置 好 这是第一点啊 第一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还有什么呢 没有浮动的元素 怎么样呢 里面的文字 会避开浮动元素 会避开浮动元素 形成这个文字造图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说什么 我这个盒子 下面这个盒子里面 假设有文字的话 大家看一下什么效果啊 比如说我这里面写什么呢 一二三四五 写这几个字 再看一下啊 好 给它几个字啊 这几个字的话 我把它颜色色一下 假设说它的color是什么呢 color是白色啊 color是什么呢 白色啊 好 这样子 是吧 好 这个时候设置白色之后 看一下什么效果啊 然后我再来刷新一下 刷新啊 那么这个一二三四五 是不是跑到这里来了 按理来说 它应该是跑到这个地方吧 是不是这样的 它怎么样 它是跑到这里来了 它这个一二三四五 这几个 这几个文字 是不是避开了这个盒子啊 避开这个盒子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什么呢 形成这个文字绕图的效果啊 那么的话 比如说我多点文字吧 再多点文字啊 再来一点文字 好 假设说我再放下点文字吧 好 把这些文字放进去 是不是这样的啊 放进去啊 不是这个是吧 不错了啊 好 是这个啊 这个 这个的话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的话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这是不是形成这种文字绕图啊 好像字还不够多是吧 再来一下 好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不是文字绕图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字没有字在里面啊 这字都在外面啊 那么的话我还想怎么样呢 稍微的什么 这个字底这个东西怎么样 隔开一点 怎么样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这个金色的盒子 给它一点marking呢 给它一点marking啊 假设我给它一个 这个 marking啊 marking我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10px 是不是可以啊 10啊 10px 那么的话 这个什么意思呢 它一圈留有10的 这个像 10的这个间距吧 再来看一下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不是隔开这个10啊 隔开这个10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 这个是我 我设置这个 里面的这个盒子 什么 这个大盒子 有背景色的话 怎么样呢 就是方便大家观看 它是怎么样 形成这个效果的 是吧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做 比如说我把这个 把这个盒子的背景色 取消掉 取消掉 再看一下啊 取消掉之后 然后的话 把这个颜色 把它设成什么呢 黑色啊 或者是其他的颜色 比如说666 好 假如说我先把它去掉之后 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文字 看不到呢 是吧 这样可以看得到啊 是这样子啊 是吧 这样可以看到啊 好 我再把文字颜色 设成什么 666 大家看一下啊 666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一个文字绕图效果啊 这就是一个文字绕图效果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效果的话 就是这么做的啊 大家记得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什么呢 浮动吧 上面这个盒子浮动 下面这个盒子不浮动 然后就可以什么呢 形成这个文字绕图效果啊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文字绕图 就是这么个原理啊 就是说 这个盒子 下面这个盒子 实际上是跑到上面这个盒子的位置上面去了 是这样的啊 但是它里面的文字怎么样 会避开这个盒子吧 会避开这个盒子啊 就形成这种什么 文字绕图效果 没有没有啊 好 大家如果会做这个的话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就没问题吧 这个例子没问题吧 大家晚上可以把这个例子做一下啊 这个例子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图片吧 这个图片的话怎么样 就是什么 我们这个里面有啊 在这个图片资源里面有啊 在这个图片资源里面有这个 这个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图片啊 大家把这个图片拿过来 然后试着做一下这个 这个例子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浮动的什么呢 浮动的这个第五个特性啊 第五个特性就是什么 形成文字绕图效果啊 就是 大家说一遍 就是上面这个盒子浮动 这个这里面不浮动啊 那么就形成这个效果了 好